相信大家應該有就是注意到我最近好像都沒有發片 然後就是也都沒有任何消息這樣 所以很多人就來私訊我說 欸你怎麼沒有發片了或什麼的 然後關係我的狀況 因為至少我確診之後就沒有再發片了 然後因為我原本是有政治工作的 然後是在笑哈哈的YouTube頻道 幫我攝影啊剪輯之類的或是音樂會的同酬這樣 但是我前陣子提了離職 就是我覺得我的身體沒有到那麼的好 然後我覺得也就是不想造成別人負擔吧 所以我後來就提了離職這樣 然後就是如果沒有標題所看到的就是 就是決定要把我們聽音樂先暫時聽更 對 就是無限期聽更 做這個決定我覺得其實也不容易 因為其實我經營了2018年到現在的話 後來也將近三年多的時間 對 中間經歷了很多事情啊什麼 然後就是 也是由大家陪伴所以才走下去這樣 對 當然 很多人會問我說就是 接下來還會再繼續做樂團的放談啊 或是音樂人的放談嗎 那我答案是會 因為我覺得我放不下音樂 對不對 然後就是我前幾天吧 然後我開了個人的YouTube頻道 然後就是 決定說 欸以後如果 因為我自己音樂訪談是 就是真的喜歡他音樂 然後就真的喜歡聽過那些人的樂團 或是音樂人的音樂 然後真心喜歡 才會推薦真心推薦給大家 然後才會去訪談這樣 因為你只要訪談 要訪談其實也不容易 就是要前期啊 然後 包括拍攝 剪輯 猴子這些東西 就是 蠻繁雜的 對 然後加上我那 就是之前都在我正直工作的狀態下 對 所以更新頻率不是那麼的頻繁 對 然後我也不會為了訪談而訪談 我會 就認真仔細聽了每一張作品 然後再次喜歡 然後才會去邀約 然後才會去推薦給大家 這樣 對 那 這是我一直以來的初衷吧 那我覺得 我也不想要去 就是 就是 推掉 這個的熱氣啊 或是初衷 對 因為我覺得我還是放不下 音樂這條 對 所以我覺得 未來還是有機會 會跟大家分享音樂啊 什麼 沒有人訪談啊之類的 對 其實可能會在我的YouTube頻道 對 當然還有我自己IG啦 那可能比較多重點 那之後 如果影片的話 可能會 比較多在 個人YouTube頻道 然後會是個人IG上去 就是互動 這樣 對 當然我未來也有計畫 就是 要做很多的內容跟嘗試 是我過去沒有做的 可能 例如說想要去 學 什麼 滑板啊 這些什麼 都是一些運動 這樣 對 那如果 喜歡 真心喜歡 然後支持我的話 就 歡迎來跟我舞動 然後留言 什麼的我都會看 私訊啊 什麼的都好 對 那就 謝謝大家 那我們就 個人的YouTube頻道見囉 拜拜